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什么东西没有呢 就是岁月 时间 这个东西啊 就是任何人 他也必须通过学习来得到 因为你一个人就算活一百岁 他也就经历了一百年 小时候的事还不记得了 老了的事也忘得快 中间也就那么几十年 所以文学作品当中非常需要 或者说不可或缺的东西呢 就是岁月 时间 因为这个里面包含着滋味啊 包含着滋味 就像酒一样 这个酒没年头不行 世人什么都能造 造不出时间来 理解吧 一个酒 怎么样让它变得更好 就这瓶酒 放它一百年就能更好 那我能不能用一种什么工艺 把一个一百天的酒变成一百年 这个工艺只有上帝那里有 没有 所以沉船里面 是吧 打捞出来 什么一七多少年 一八多少年的那个 威士忌也好 什么葡萄酒也好 价值连成了 在海底 那个最好 最合适的温度 又没有太多的光照就好 所以文学呢 我们这里才子才女很多 但是我告诉大家有一点 岁月啊 我们要掌握了方法呢 可以怎么样啊 可以汲取 我认为这个汲 比那个吸取要好听 汲取 三点水 嘴巴喝 汲取 而且要到血液里去 樊高有一幅画 叫饮者 就喝水的人 Le Biver Le Biver 就喝水的人 那么这个我们要像一个贪婪的 像贪酒的汉子 像一个干渴的人那样 如饥四渴的怎么样呢 汲取岁月 因为这一点 我们看到 现在的很多文学作品啊 包括一些很老道的人啊 他们的作品当中啊 我觉得只有经验 只有 怎么说 呃 是历久离心 你能感觉到 就像一块玉 它是崭新的 但是你能感觉到 在有汉字以前 它就有了 就这种东西 我们来谈一些生活当中 具体的例子 生活当中具体的例子 我们还是谈到这个创作本身 因为这些年我起了一个变化 我个人有一个变化 就是 我发现 我真正的所谓创作 开始有一点 摸到门了 那这个门在哪呢 就是时间 时间不是一个门里面 一个太阳的 你要摸到这个门当中的太阳 我以前写过一个 是叫润月王居门中 王住在门里面 哎呀这个闯嘛也是 门里面有一匹马 就是闯 那么我在这个烟村 我的一部作品当中 写到时间 我上来说 时间还 这个时间落在江水之上 看似匆匆奔流 却一直停在眼前 人类也这样来来去去 后面我又重复了这个话题 我说时间含着两个太阳 一个冉冉升起 一个沉入东方 大家看时间 这一个日 这一个日 时间含着两个太阳 一个冉冉升起 一个沉入东方 什么意思呢 时间就是过去了 又回来了 就像今天下午上法语课 跟大家讲的一首诗 叫密纳波桥 就是那个法国诗人 阿波里内尔写的 他就说 在密纳波桥下 这个塞纳河水流动 它是不是让我想起了 我们的爱情 这个欢乐总是在 痛苦之后来临 时光流失 晚中 悠阳 这一切都过去 我还挺留在这里 这首诗 我跟大家念一下 你们感觉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的 中文字幕志愿的 但是呢我还挺留在这里 时间过去了 岁月过去了 但是我的记忆回来了 我人回来了 就是欢乐回来了 就是去的去来的来 来来去去是并存的 是同时发生的 所以我就在这里谈论一个时间的话题 我昨天就看到一个节目 凤凰卫视的一个叫杨锦霖先生 我很尊重他 他做了一个走读大中华栏目 那我看见他就在走我年轻时候的道路 虽然他比我年纪大 就是说他走到哪里做什么呢 非常简单的一件事 询问老人 我不是送给你们圣经当中一句话吗 你们寻找就找到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那么他找到一个 当年西路军的一个老战士 今年92岁 大家知道红军长征当中有很辉煌的 这个胜利的战役很多 但是有一支军队 惨败 惨烈 这个就是西路军 西路军基本上就是当年失败了 而且给杀了 给活埋的 给砍的 然后流离失所的 散了的 有俘虏的 最后 现在大概能找到的 还活着的 就这一个人 所以这个老人 就是他身上 我们不说别的 他的历史 艺术的文学的价值 价值连存 他是一个国宝 这是一个国宝 但是没有人去关注他 这样的人很多 可能就住在你们的院子里面 就是那个没人理睬的那个老人 很可能就是国宝 这是我这些年 我用心发现的道理 我找到的真正的国宝 都是没人理的 而且他沉默寡言 去了就去了 没了这段历史就消失了 那么我不讲我自己的故事 我讲这个杨锦玲 他在这个电视 这么浮躁的这个社会当中 他做了一个节目 很了不起 我就讲这个老人的故事 他说他是个四川人 小个子 跟他的父亲两个人 一起去当了红军 他说因为没饭吃 军队来了 他们就有饭吃 他们就跟着去打仗 结果呢 他跟他的父亲 在一个连队里面 可是按照部队的规定呢 战事与战事之间 都只能称同志 他不能叫他爸爸 所以他就觉得很别扭 两个人一起 他父亲是个催事员 有人做饭的 他也不能叫爸爸 两个人一起行军打仗 还有点别扭 可是突然有一天 他父亲就牺牲了 就是打仗的时候 重在腹上 后来就没救过来牺牲了 他父亲死了 他突然想叫爸爸也来不及了 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历史 他就讲在这个 他当时他个子小 跑得快 人家给他起个称号 叫小麻雀 很灵巧 然后呢 他又到部队里面 大概是文工团 参加演出 人家又叫他小鼓眼 说他的眼睛鼓出来的 小鼓眼 然后就他自己通过几个例子 把自己整个的形象 表现得活灵活现 我告诉大家 人与人之间啊 我这个人有点相信命的 打生下来就不一样 到了老了也不一样 有的人身上他天生的有文学天赋 他就我询问的一些老人 有些老人啊 真的是横看成岭 特成风 他怎么讲一件故事 就怎么有意思 他讲的故事都有意思 有一些老人活了一辈子 讲来讲去是一些乏味的东西 这是一些数据的东西 你碰到这些有意思的人 好好的把他供起来 给他点烟 给他倒酒 给他泡茶 给他捶背 然后听他讲故事 这样的宝贝 在我们的祖国大地 有的是 但是每天都在捡索 这个老人 他有一点 我们说严重 他没有被洗过脑筋 什么叫被没有被洗过脑筋呢 他没有读过那么多书 没有上过那么多政治课 他就部队打败了 他就是逃散了 他眼睁睁看到大批的解放军的俘虏 这个红军啊 就被活埋了 这个老人凭着他天生的一点历史知识说 自古以来 胜败是兵家常事 败了就败了 为什么要把俘虏埋掉呢 说一些回族的 一些马步方的军队 太残忍了 他说那些回会啊 他讲的也很客观 说这些人啊 打仗没什么战略战术的 就是往上冲 拿着马刀 说非常勇敢 这个不怕死 没什么战略战术 也非常残忍 说对你好吧 对你好的话 就会对你好得不得了 把你当敌人就是特别残忍 他描述的很客观 教科书上就不会这么写 是吧 敌人我军怎么样 他没有被洗过脑筋 他就直接的说出这些 他就讲部队走散了 他就在人家家 给那些给地主家放羊 放羊苦得很 他这个早上吃了早饭 给你带上两个膜 一天放羊回来了 就住在外面 晚上主人家碰到好一点的 给你弄点饭 弄一个菜吃 你要碰到差一点的 就给你吃点剩饭剩汤 他就几句话一描述 他在给人家当放牛 放羊娃 放十年的羊 他后来因为部队打散了 他和两个战友分开了 他走不动了 他说那两个战友 他说你们先走吧 他说他们现在后来 杳无音讯 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他就活下来了 活下来 最后他用那一双颤抖的手 像树皮一样 那么粗糙的手 摸着一个小本 小红本 大概地方政府 盖着刚硬的一个光荣镇 就证明他革命了一辈子 我在这个白地城下面 碰见一个老人叫蔡伍爷 蔡伍爷革命了一辈子 他是地下党 因为地下党都是单线联系 没有人证明他革命了一辈子 他已经去世了 他临终前我碰见他 我跟他特别有缘分 我就听了他讲所有的故事 他原来是江姐的 就是江雪芹江姐的革命战友 他根本就不知道江姐那么有名 他说江竹军 我们原来在凤杰想去劫法场 他的丈夫彭永悟头挂在那里 我们想去劫法场劫不了 结果他就跟我讲了他的故事 有一次十几个地下组织被破坏 十几个年轻人 所以都是碰吞吞的那些年轻人 在那个凤杰的江岸上 就被国民党军队就屠杀了 屠杀他特别的痛心 他是地下党的人 他没办法保护他们 他又忍不住他就哭了 还抱头痛哭 抱头痛哭 人家就说你是什么人 你为什么为他们哭 要把他抓起来 旁边的人就 老百姓就去救他 说他是九疯子 说他是九疯子 就把他救下来了 他跟江雪晴两个人 在这个没有救下那个彭永屋的头 没有去劫的法场 因为他们人太少了 他也是两个人躲在那个小理发店 一个街头的理发店 也是两个人抱头痛哭 这个老人有情有义的 他见到我说 哥哥 他叫我哥哥 到我们家去吃粗茶淡饭 他说 他都八十多岁了 叫我哥哥 这个 他是从前的这个江湖上的一个人 他说你去打听蔡五爷 我在书当中写到他 但是前不久说 他儿子告诉我说他也不在了 不在了 那个 我问他坟地在什么地方 我将来要去给他上坟 这个人就是说我告诉大家 这些人真正的是国宝 这是我们民族历史的宝贝 他们还活着 跟你看一本书不一样 他们能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告诉你 而且这些人的亲身经历就读一份 就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这样经历的 这个老人 如果九十二岁的这个老人 这个杨锦玲不去采访他 很可能他过两天不在了 不在了 整个西路军的历史你不知道 你从一个人身上能看到一段影子 他 你就可想而知 当时的一个地下党 这个血雨腥风 是什么程度 文学不讲大道理 要讲故事 要讲真真切切的故事 蔡伟爷还给我看他们家的家谱 给我看他们家一个 就是写的这个 写在一张大的帆布上的一个 我从来没见过那种家谱 大概有几个黑板加在一起这么大 写在一个大的帆布上 特别漂亮 还彩色的上面还画着画 写着写着 这个字都特别漂亮 都跟书法家一样 一下写到最近几年 最近这二十年 那个字啊 就跟狗爬一样了 就是一下子不会写字了 你能看得到文化从这里断代 前面好多代人 每一个人的字 每一代人的字 都是书法家级别的 一到了最近这几十年 一下子这个字就完全不会写了 这个蔡伟爷啊 跟我特别谈的来 他老是跟我讲 要我能够帮他找到 他当年的那个战友 来证明他革命 我就跟蔡伟爷说 我说我就给你证明了 你不用担心了 我说你没有白革命 你碰见我你就没有白革命了 我真的就用他的真名字写上去了 虽然是一个小说 因为我用计时的方法写 出不了 有好多东西放弃的 出不了 我就用 但是我这个小说当中 有好几个人都是真名字 所以这个蔡伟爷就去了 他最郁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他革命了半天 没有人知道 凤杰怎么解放的 当年凤杰有那些神兵 大刀会的人 就是地方武装 组织起来要杀这个共产党 杀共产党 他是地下党 他知道了 得知了这个消息 跑去 爬到这个山上 按他的话讲 叫白帕子一线 他就拿一个白手绢 白帕子一线 部队马上就过来了 是他打的电话 调的兵 把大部队调过来 把这些神兵都杀了 他讲的出神入化 这个神兵以为自己这个个个都刀枪不入 他吃福念咒刀枪不入 说子弹打上去 就是一个印子就掉下来了 说他看见过 所以最后这个子弹打不进去怎么办 他们就把那个子弹泡在这个鸡血里面 泡在鸡血里面 然后再一打就打进去了 这是蔡伟爷的原话 所以这种故事编不出来的 他跟江雪晴 江雪晴是彭永悟的妻子 后来在重庆什么地方革命 后来什么什么 他讲得清清楚楚 但是我后来再讲 我说江姐啊什么什么 他都不知道 他说你也知道江雪晴 他以为江雪晴是个一般的人 所以我就怎么说 有些证明有些证据吧 往这一摸就行了 就像我们看到这个念头 大家回想一下 凡是真正在文学事业上 在文化事业上有贡献的人 我们不讲远了 从五四以来 所有在文化上 对我们的民族有贡献的人 我告诉大家 无一例外的 都是从深山幽谷来的 从生活深处来的 从江河大地来的 有一个算一个 大家想想看 老舍是吧 鲁迅 沈从文 那个编程怎么写的 鲁迅的故乡怎么写的 阿Q怎么写的 这个 郁达夫的 迷洋怎么写的 都是从生活的 深处来的 这样的人 他们真正的 对我们的民族文化有贡献 他们真正了解 这个民族的人的命运 理解吗 我在跟大家讲 就是说我 我从这个江边上得到的 就是各地啊 都有这个八大井 那么就比如说长寿 有个地方叫长寿 在福林下面一点啊 叫做长寿 让我想一想啊 第一句是什么来着 我先讲武林吧 武林的八大井 武林藏上两条街 这要用四川话来讲押韵 前有长江飘玉带 后有群株下斗崖 上有荆棘来洗洞 下有鲤鱼上滩来 美女乘凉 近十洞 白鹤展翅上登台 这是武林的八大井 这个长寿的八井是 定会闽中想万里 桃园山洞出仙家 菩提三前登一展 吉祥飞来一菩萨 西岩瀑布千条线 白棺黑夜冒烟霞 龙蛇填水月夜下 凤凰展翅落平沙 大家想想看 这是把当地的秀才啊 把当地的山水啊 记录成一首诗 传下去 这叫八大井 每个地方有八大井 有四个字的 有七个字的 所有这些 区别在哪里 我为什么写不出来 我被 我们为什么写不出来 因为我们 是所谓的城里人 是读书人 所以写不出来 那么有一些东西是没有作者的 比如说诗经是没有作者的 金字塔是没有建造者的 所有没有作者 敦煌壁画是没有作者的 所有没有作者的 就是把个性都消除掉了 才是极品 有作者的都是一般的好 真正的极品 没有作者 冠冠居咎 在河之中 这个是谁写的 河流写的 没有谁能写出这么好的句子来 这个诗经当中大量的好的作品 为什么没有作者 我告诉大家 没有作者的作品就是时间 他的作者就是时间 就是岁月 就是人民 就是一代一代的人 把他们的智慧 倾注在里面 这个令氏 比如说有个地方叫令氏 跟大家讲 令氏这个地方 我背不全了 也是的 这个也有八大井 这个他们 还有四方八井 什么这个 什么 什么 朱朝梁上 占白鸥 一碗凉水解忧愁 金银石库 永固守 一碗凉水解忧愁 大概是这个 火烧炉子挂金沟 反正就是 总共有四方八井 十二句 这个我当时在 就是在这个茶馆里面 听见老人在那里 讲了一句一句 把它记下来的 这个 我试着回忆一下 龙门桥坐渡仁州 它也坐龙门桥 上来一句话 出手不返 龙门桥坐渡仁州 就这座桥啊 是一个州 是一条船啊 可以渡仁啊 龙门桥坐渡仁州 出旅中风千里游 什么 出旅中风千里游 千井供养万人口 火烧炉子挂金沟 这个 朱朝梁上占白屋 金银石库永固守 一碗凉水解忧愁 大概有这样的句子 也是世世代代的人 根据当地的情景 只给你看 这个是朱朝梁上占白屋 这个是火烧炉子挂金沟 这个 都有典故在里面的 所有这些典故 它和大地结合 和自然结合 所以所有这些东西 这些名歌 这些歌谣 它就厉害 就是有岁月在里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